那此前我们在直播当中看到的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跨境打击 多是远程或者是小股力量的袭扰 那这一次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的 目前为止已经控制了俄罗斯的地区库尔斯克74个居民点 那这样的一个乌方所称的库尔斯克行动和以往这种跨境打击 有何区别 目的何在 三天前 哲雷斯基总统将这一场作战行动 称之为 正式称之为库尔斯克战役 到目前来看和此前的三次袭击完全不同 在这个库尔斯克原来发生过三次跨境袭击 袭击的主力都是所谓的俄罗斯自由军 俄罗斯军团 他们都是俄罗斯人为吉辅所用的这些人 而且他们打卡记转 专找这个城镇乡村的标志处 拍张照片 拍个视频就走了 这一次是精心准备 以演习训练为由 这五个旅 至少有四个旅的番号在以往的作战行动当中 我没有见到过 那说明他们是预备队 动用了这个四个预备队 加上一个最精锐的一支部队 放到了这里 之后呢 这个往往在晚间的时候 像巴索夫卡靠近 巴索夫卡是离边境最近的一个居民点 这里大概距离边界只有两公里 到苏甲市 边界到苏甲市有十公里的距离 到目前为止 俄军将乌军阻挡在了苏甲市以东六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说最多的地方推进到了十六公里 最远的时候 曾经推进了离边界二十五公里 但是并没有站住阵地 站住脚 目前来看 这一次的这个乌军进来很显然是想站住脚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跟随进来的有对属防空部队 也就是野战防空部队 有这个埃斯科墙这个连 埃斯科墙就是美国原件的 像这个行李箱一样 支架一打开就可以装着沙土 用装填机械装完了迅速的雷起墙 另外呢 他们占领的都是人口建筑比较密集的市 镇 村 迅速的将各个建筑连接起来 用埃斯科防暴墙迅速连接起来 很显然是想驻守 另外呢 他们在河流的地方 因为这一地区河往沟壑纵横 比如说苏甲河将苏甲市一分为二 苏甲市虽然去年的人口只有4910人 但是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大的 这里是天然气的分配站 有很多跟天然气有关的基础设施在这里 我看到从卫星图片上看到 乌军占领了这些设施 在布设炸药 在布设防空 而且呢 他们有意向向 库尔恰托夫核电站推进 在这个方向上 曾经有意之轮逝的装甲车部队 向这个方向试探进攻 但是被俄罗斯空天军给主击回来了 苏甲市距离库尔恰托夫 就是库尔斯克这个大的核电站 这个公路的距离是91公里 直线的距离是56公里 到目前来看 他们要想抢占这个核电站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 在俄军的援军建立了六道防线 想这个时期再想拿下 库尔恰托夫核电站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么这样一个行动的话 我们看到从8月6号开始发起 到现在这几天 我们看到整个报道当中 前方战线上有回传的一些新闻 看到了北约制式的装备 甚至还有说前方有这种雇佣军的身影 那目前来看 无论是推到多少公里的纵深 这样的这种前方的战线上 乌军大概投入多少兵力 接下来是否还会继续加大 我想通过各方这个消息 我们现在会发现 就是说乌韩这次呢 它事实上叫做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也就是越境打击行动 所以如果说按照五个旅 就是正规的五个旅 通常来讲呢 它应该是接近一万人的规模 而且呢 它这里面呢 它是做了一个特别的分类 就是四个呢 是接化旅 同时呢 还有一个空中突击旅 也就是它是兼顾了地面突击 和空中突击的相结合 那么同时呢 在地面作战编组方面 它不仅有地面突击的装甲车 而且它有弹炮一体的通骨磁塔的 这样一个弹炮一体的防空系统 所以呢 再加上呢 它本身还编成了这种破坏和侦查小组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 这个行动本身 它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一次越境打击行动 而且呢 规模较大 如果说加上坦克装甲车 算下来 大约可以算到500到600辆 那么从这个规模来讲 我们知道它是不能算作是战术规模 我觉得应该算是战役规模的 那么同时呢 从它推进的速度来看呢 我们大约可以做一个比较 因为呢 一周之内 它讲的过去20小时呢 是40平方公里 那么前面6天呢 是1000平方公里左右 所以现在相当于一周的时间 它就夺取了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或者领土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说它能够控制 起码是它能够辐射 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一个规模 我们和去年 也就是2023年的6月份开始的 所谓的夏季公式开始 我们知道这么长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乌韩呢 事实上它只是在一线的夺取了 接近400平方公里 所以相当于一个星期的推进 相当于过去几个月的两倍还要多 所以这次呢 显然它这个策划 包括组织实施 以及呢 在快速机动方面 它呈现出呢 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特点 当然这里面呢 它有个客观因素 我们知道呢 如果说在乌东地区呢 它是长期构筑的公式 那么这里面有大量的雷厂 那么包括欠豪 所以对于乌韩呢 它的大规模的计划部队来讲 它没有办法机动 但是呢 我们知道呢 进入到库尔斯克以后 它不一样 因为这边呢 它本身是欧洲的本土 它是没有地雷的 所以我们发现呢 为什么它推进的那么快 是因为它不用考虑排雷的问题 也不用考虑阻绝的问题 它是可以直接进去的 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它是20多条战线 同时并进的话 那么在一个较宽的正面展开 这个本身呢 对于俄军在某一个方向 对它的阻击 是形成了一定的困难的 因此我是觉得 从总体的它的计划 到组织实施到边城 到整个它的作战目标 我觉得都是高度聚焦的 比如说它这个北轴线呢 实际上还有一个方向呢 是主要夺战 目前在库尔斯克 它有一个俄罗斯对欧洲的 天然气的控制点 那么南线实际上就是 刚吴教授谈到的 库尔斯克的核电站 就是如果说 它是目标非常清晰 而且呢有限目标 所以我是觉得呢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它反而不用和俄罗斯 形成正面交火 它是可以尽可能的保存实力 然后向纵深去推进的 那按照乌方的说法 说截止到12号 已经控制了俄领土 1000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土地 刚才咱们聊了这个问题 那另外呢 我看到乌克兰的外交部 发出的消息说 无意占领 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包括能够阻断俄罗斯 对于乌东战线的补给 破坏等等这一系列 那这种情况之下 刚才胡言您也谈到 这个乌军有这个助手之意 那总体来看的话 接下来对于这种纵深 进入到俄领土 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对于乌方来说 乌方直接的说法 我的目标是什么 有两个 第一 防止苏美洲 遭到来自 库尔斯克 俄罗斯军方的炮击 主要是车臣 越境打击 第二点呢 是哲雷斯基的 第一个说法是外交部 第二个说法 哲雷斯基总统 他说 增加未来谈判的筹码 和平谈判的筹码 还有两个隐身的目标 还以没有说 我认为 在俄罗斯整个全战区 具有主动权的情况之下 我在这个分战场 抢一个主动权 这样防止我整个战线 漏风被打穿 整个的战场的地面的情况 是6比4 俄军占先 占6分的优势 他处于这个4的局面当中 而且一点点 正在走向7比3 我们知道 就在这个9天的当中 俄罗斯正在猛攻巴克罗斯克 我们叫红军城 而且将其周边的 主要的交通枢纽 乡镇居民点都控制了 之所以发起这场战役 也是想舒缓 在这个方向的压力 希望俄军抽调有生力量 尤其从巴克罗斯克方向 抽调有生力量 你要回师库尔斯克 但是到目前没有大的行动出现 就是俄军的回师行动 并没有出现 还有一个呢 提振士气 我们知道 自从说特朗普要回来之后 乌克兰的士气 这个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他用这种行动 想向美国的无论谁上台 告诉你 我尚有一战之力 我有能力对俄罗斯形成吸扰 我认为不排除还有另外的一点 我占领了这个土地 即便有一天 我的这个东部的领土 大量的失限 我能拒守住这一块 坚守不退的话 你俄军攻克不了的话 那么我也会在未来的战争转环当中 谈判当中会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行动 我就是来了 我就不想走 我至少要坚持到11月5号 要坚持到美国大选 俄方的 跟俄方的一些专家 在一起沟通的说 俄方认为 在进入9月份之前 很难将这股力量完全清除 因为他们占领的都是建筑人口密集的街区 俄军要进攻 你必须沿着公路 我们说这里的河流 普肖尔河 斯尼亚 郭斯基河 苏甲河 它这个是河流纵横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硬化的路面 你的圆角也好 要通过这硬化的路面来进行持缘 所以战场比较胶着 但是我认为 整个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来看 这个核心的元素 核心的变量还在乌东战场 库尔斯克战场是一个干扰变量 就是让你俄军 你必须抽掉力量 你无暇他顾 你在这块你要堵住这个口子 你就要拆东墙 补西墙 那刚才我也谈到了这个美国大选 对于俄乌局势的这种变量的影响 那看到美国的表态说 总体上支持乌军的自卫 但是乌克兰自己决定如何展开军事行动 如何来看美方的表态 我想这次呢 我们首先看到就是说呢 美方目前并没有就库尔斯克方向的这样一个进攻事件 那么和俄方的做任何的接触 而且呢他本身讲的第一呢 并不了解这次的行动 同时呢他觉得 目前乌韩自己的作战行动 需要乌韩自己去解释 所以我总体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那么显然呢 美国包括西方呢 它是在刻意的撇清和这一次的 大规模的越境打击行动的关系 但是呢 从俄方当下的认定来看呢 他认为这次的行动 是在北约支持下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整个的战略计划和作战计划的组织实施 以及情报保障方面 我们会发现呢 这里面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 因为呢 特别是进攻俄罗斯本土 从库尔斯克方向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行动 也极其冒险 但是呢 它显然 武汉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你包括这五个旅是怎么集结的 怎么秘密集结 突然就形成了突然的越境打击 那么包括呢 为什么它能够长驱直入 在这个里面 规避了所有的 俄罗斯的它的重要的火力点 我觉得这个情报准备 和作战计划的精密的组织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不仅仅是战术末端的行动 所以首先呢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比较复杂的一点 那么其次呢 就这个行动呢 我们说当然它对于 俄罗斯在正面战场是有牵制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就是它是具有政治意义的 因为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 2月26号 普京曾经专门签了一个总统令 就是恢复了目前 它的两大军区 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罗军区 而这次呢 无论是目前的库尔斯克 包括布良斯克 包括比尔格罗德 它都是莫斯科军区的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次的行动 事实上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 它的选择的攻击目标 和目前乌韩选择打击 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 是异曲同工之效 所以呢 它上在选择一个重要的 你刚刚恢复的军区 然后我找到你的一个突破点 而且找到你的薄弱环节来展示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 它既有军事上的意义 实际上也有政治意义 当然第三个方面呢 它是给俄罗斯呢 造成国内的压力 我们看到现在包括比尔格罗德 也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了 那么它现在需要大量的疏散 也有一万多人 如果考虑到呢 现在库尔斯克有七万多人的疏散 光是这个疏散量 把它们找到 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给政府 造成极大的压力 同时我们看到俄方的表态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说 把乌军赶出俄领土 是当前的首要人 来看短片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 州长格拉德科夫14号宣布 比尔格罗德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计划申请进入联邦紧急状态 12号 俄总统普京就俄南部边境局势 召开会议时表示 俄方将坚决回应 乌方在边境地区的一系列挑衅 普京讲调 俄方会评估 俄乌边境地区情况 当前首要任务 是将乌方赶出俄领土 并有效防守边境地区 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斯米尔诺夫表示 乌军目前深入库尔斯克州 纵深达12公里 袭击已造成当地12人死亡 121人受伤 伤者包括10名儿童 目前已有约12.1万人被疏散 斯米尔诺夫还称 俄军已加大了在当地的巡逻力度 并继续向库尔斯克派出了增援部队 另据俄媒报道 目前俄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的主要任务 是切断乌军补给线 不让乌军有机会建立据点 另一方面 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报道称 拜登政府担忧 乌方将战火烧到俄罗斯本土 可能会招致俄方的严厉报复 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同一天发出警告称 俄乌冲突已成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 包括库尔斯克已经疏散十几万人 还有一个是边防军是由边防局管理的 边防军呢 它属于安全局管理 还有一支力量叫国民继位军 我们国内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国民警卫队 这三支力量 我在当地看到的主要是国民警卫队更多 他们缺乏重武器 另外呢 他缺乏侦查手段 电子侦查手段 比较弱 所以乌军选了一个最薄弱的环节 从库尔斯克突破 到今天早晨为止 普京任命九名总统助理 为前线总指挥 也就意味着成立了一个前指 格拉西莫夫并没有到这一地区 跟他没关系 因为这里不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来守卫的 这里是国民继位军 佐洛托夫和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军来守卫的 那现在九名到这里呢 来组建一个前线总指挥所 他担任前职 前总指 这就意味着把这个俄军武装力量 把这个边防军和国民进卫军 组合在了一起 到目前为止 俄军调的不是这种旅级师级的战役单位 调的都是战术单位 营一级的 大概有九个营到今天为止 有九个营调到了这里 他要形成合力 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 还需要一段时间 整体来看 我认为可能俄军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挡住乌军的攻击 乌军急于突出 突围出河谷地区 因为他现在在苏甲 正好在苏甲河 在普桥尔河的这个河谷当中 如果你抢占不了这个两端的 这个高地的话 俄军压上来 那你在河谷地区 很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绞肉机的状态 形成一个包围之势 那看到美媚也说了13号看到说 俄罗斯把在乌东战线的部分的军力撤回 那这样的行动 对于接下来这样俄乌战场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首要任务是清除越境的这些乌军的话 要如果要在短时间之内完成 需要多少兵力 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应该说呢 俄罗斯当下呢 确实有一部分的兵力从一线撤回 但是呢 它并不是大量的兵力 我们会发现 按照俄罗斯国防部 它公布的最新的 它的部队在目前的 就是这个边境地区呢 来打击越境的乌军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展示的力量 主要是北部集团一部分的力量 那么加上呢 它的航空兵 加上的武装直升机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那我们知道 武装直升机事实上 它对于打击这种 多股并进的小分队 它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所以俄罗斯当下呢 一方面是用苏三四 投我们看到温压弹 这是10号的事情 那么后续我们看到 这两天主要用的是卡五二 卡五二呢包括米35M 我们知道米35M呢 它本身是米两四磁路的改进版 就是它是强大的 空中火力和对地打击能力来著称的 它上面呢是有30毫米的这个机炮 可以对地呢 进行猛烈的突击 同时呢我们知道呢 卡五二它本身呢 它就是罗斯当下呢 战斗力最强的武装直升机 它上面光是30毫米机炮 被弹量就有280发 同时呢它有四个大的这个火箭弹的这个挂件 它本身能够带相当于是80枚80毫米口径的 这个大口径的火箭弹 所以它对地打击包括乌军进入的 我们知道有一些坦克装弹车的时候 它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呢 按照这种快速打击 快速突击 精确情报 那么才能够对于进入到 目前库尔斯克一部分进入到 比较深的地方的这个部队 进行打击 那另外呢 美国方面拜登政府也在担忧说 如果说乌克兰对于俄罗斯 进行这种纵深的跨境打击之后 很可能遭致这种严厉的报复 如何来对于接下来俄乌形势 进行一个预判 如果没有美国 没有北约成员国的允许 就允许原武武器 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目标 我们不会看到乌克兰军队 堂而皇之地开着这种 西方的各种援助的轮石装甲 往里快速突进 防空系统 包括埃斯克防爆墙 这些都是西方的 很显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 我认为俄罗斯方面 肯一定会把这个 失去的颜面找回来 对于这个雇佣军的这个训练基地 后备基地 对于这个巴索夫卡 就是在苏梅州的 这个大量的后勤补给基地 进行活力突击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 做可言博士 也感谢各位 收看今天的节目 观众朋友们 再会